一辆横跨三国的国际列车 四波劫匪 目无法寄丧心病狂 轮番喜劫六天六夜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猖獗 一辆打开财富之门的列车 如何变成人间猎狱 六天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莫看见面平如镜 你好像水底万丈深 欢迎来到解密日记 我是超人 导爷这个词想必大家并不陌生 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到90年代 国内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说十亿人民九亿岛 还有一亿在寻找 导爷呢 说白了就是导买导卖差价的人 能够如此盛行 主要还是因为当时 中国商品价格上实施双轨制 简单来说就是 同一件商品计划之内购买 按统一的定价 在计划之外的按照市场价来计算 举个例子 同样是一吨石油 计划内的价格是100元 计划外的价格是644元 价格差异如此之大 导出来的利润非常的可观 这就促使了导爷的出现 谁有渠道能搞来东西 就能挣大钱 双轨制弊端很快就显现了 对于相关政策的及时修订 使得导爷在中国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到了80年代中后期 此时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 允许双方人员往来 由于苏联解体 俄罗斯选择实行休克疗法 将经济从公有制 迅速的就转向了私有制市场化 俄罗斯国内非常的动荡 轻工业品极其缺乏的消息 通过各种渠道就传递回了国内 据俄罗斯做生意 一星期能乘一辆奔驰 这类极具煽动性的说法 在国内广泛传播开来 很多导爷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俄罗斯 并想方设法 携带各种极缺商品进入当地 高价售出后再返回国内 国际导爷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最早发现这一商机的实际上 是两国关系解冻后 中国的公派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 带回来的消息是 俄罗斯的物资 匮乏 衣物都被炒上了天 皮夹克牛仔服 一件在俄罗斯 可以卖中国十倍的价钱 而当地的有些东西 便宜的不得了 于是留学生去往俄罗斯 都会带几件皮夹克 卖掉后 可以顶上一年的饭钱 还有人用卖皮衣的钱 用来买书 买油画 买提琴 望远镜等等贵重的东西 回到国内再高价卖出去 这就是中俄 倒爷生意的源头 和罪数的形态 慢慢的 一部分效益灵通的人 从中看到了发财的商机 开始频繁的往返 于两国之间 倒卖倒卖 当时中俄交通上 最方便的 莫过于K3国际列车 这辆火车 1959年开通运行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开通的第一辆 国际连运列车 列车从北京出发 经二连浩特国门 进入蒙古国 途经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 最后到达目的地莫斯科 整趟列车全程是7826公里 在当时要运行130多个小时 是中国运行路线最长的一趟列车 K3列车成为了 无数人淘金梦的开始 无数国际导爷 大包小果的 带着皮衣的乌斯 坐上K3列车 当火车进入俄罗斯境内 中途停靠时 就开始有当地的居民 守在站台上 向导爷们抢购货物 火车还没有到莫斯科 导爷们就已经把带来的东西 销售一空 到了莫斯科 买了国内的稀缺品后 接着坐火车回来 一来一回 收入不菲 但要知道 虽然来回一趟能挣不少钱 可也够辛苦复杂的了 火车票不好买 要办理输入境的手续 还要拿着那么多的东西 做十几天的火车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慢慢的 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导爷 干脆就不倒卖东西了 直接上车 靠着偷窃为生 时间长了 这些小偷小摸的导爷 发现了K3列车 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 火车从北京出发后 车内是配有乘警跟乘务人员的 但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 我国的列车警务人员 是不可以出现在他国境内的 当列车离开国门之后 警务人员就要全部下车 而且在俄罗斯法律中 这趟列车上是不需要警务员的 这也就导致了列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没有警备力量 没有安全保障 也正是因为如此 许多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一漏洞 伺机而动 此后列车上的抢劫事件是时有发生 成人员甚至会在乘客登车之前就提醒到 列车行驶途中可能会有劫匪 请大家务必做好安全措施 火车开到境外就没人管了 劫匪们越来越肆无忌惮 直到1993年的5月26日 一场震惊世界的中俄列车大结案发生了 1993年的5月26日 北京站台前一群扛着大包小果的中国人 正等待着列车的到达 从着装上来看 这批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导业 虽然K3列车上抢劫事件时有发生 但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 很多导业还是选择冒险走一趟 列车入战乘客们陆陆续续上了车 列车内大家都开始攀谈 一起畅想着几天之后的收益 只是导爷们并不知道 这趟列车不仅不会带领他们走向致富 反而会将他们带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之中 列车驶出二连号特国门 驶向了茫茫的黑夜中 就在车上乘客刚刚准备休息时 列车中部的几件包厢内突然冲出一火劫肺 这些人在北京时就上车了 在火车离开国境线前 一时潜伏在列车里 暗中物色着抢劫的目标 这边乘警下车出了国门 他们便撕下了伪装 大摇大摆的孤海索案 六名凶神扼杀的劫匪分成了两拨 手持瓦斯枪 匕首等凶器在列车上恐吓乘客实施抢劫 瓦斯手枪是20世纪 八九十年代一种杀伤力很强的玩具枪 有效射程能够达到50米 它原本的子弹是塑料的BB弹 属于非致命枪弹 但歹徒把子弹变成了钢猪弹 其杀伤力足以取人性命 这些劫匪们闯进包厢 向旅客索要护照钱财 并将不肯交出钱财的旅客 捆绑起来独打搜身 这场抢劫一直持续了近十个小时 因为没有警备力量 他们从列车蒙古国的第一站 扎门乌德一直抢到了乌兰巴托 基本上所有的乘客都被洗劫了一遍 直到27日的中午 列车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六名劫匪才不慌不忙的下了车 惊慌不安的乘客刚从不幸的遭遇中平和了心情 虽然被抢劫了一些财物 好在是性命无忧 甚至还有一小部分机灵的导爷庆幸 自己早早就把自己的钱藏了起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 当晚的11点30分 列车行驶到了伊兰斯卡亚站 在这里列车将停靠20分钟 而就在这20分钟内 又有两拨劫匪上车了 两拨劫匪领头的分别叫 朱三本名朱星金 二姐本名赵金华 他们一上车就兵分两路 朱星金带着一个手下 闯进了两名女性乘客的包厢 而赵金华则带领了手下 去了隔壁一个三男一女的包厢 这帮人手里有瓦斯手枪 电锦棍 匕首等凶器 抢劫刚开始 许多乘客就告诉两伙人 你们来晚了 钱都让前一本劫匪给抢走了 现在没钱了 谁不走空 朱星金没有就这么算了 他和手下用高压井棍打了两个女乘客 还命令他们把所有的义务全部脱光 在朱星金的暴力之下 两名女乘客只能就范 结果朱星金在两名女乘客的内衣里 发现了救急用的200美金 这是他们身上最后一点钱 跟朱星金比起来 女性劫匪赵金华很拉得多 他和手下带着凶器 进的包房是三男一女 强迫他们跪下 然后对几个人寄行卫逼 不过包厢里面这四个乘客 确实已经被先前一波劫匪 洗劫空了 不管他们怎么拳打脚踢 愣是没在四人身上挤出半点油水 出门后 赵金华气坏了 跟朱星金抱怨 两伙人动手的太晚了 以至于乘客的钱都让上一波给搞没了 朱星金一响也确实来气 带了这么多人挺费劲 搞一次收获就这么一点 一气之下就把怒火发泄在了无辜的乘客身上 他把一名女性乘客给侮辱了 当时每个包厢里都有人 可朱星金的手下不少 面对女乘客的哭喊 没人敢上前支持 整列火车 接二连三的背鞋 就算是见过市面的岛爷 也真切的体会了一把 什么是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但乘客的悲剧 并未到此终止 因为朱星金跟赵金华两伙人 5月27日晚上上车时 先前一伙歹徒已经把火车洗劫了一遍 所以他们一路抢下来收获并不大 对这个情况赵金华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他做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 咱们两伙人也别下车了 八地三池也要把这些岛爷给榨干 于是从27号晚上开始 他们一直在车厢内抢到了31日 整整的四天时间 朱星金赵金华一伙匪徒还没有离开的打算 此时以牛顿为首的第四伙劫匪又上车了 他们并没有和赵金华一伙起什么冲突 当时朱星金赵金华两伙劫匪在车头往车尾洗劫 而牛顿上车后发现朱星金的团伙还在 他们就选择了从车尾往车头洗劫 此时乘客们的钱已经被截得干干净净了 一次又一次的打劫收刮 已经让乘客们处于崩溃的边缘 最终一个包厢内几个福建级的乘客实在是受不了了 已经被洗净过多次的几名乘客不想再被羞辱 决定奋起反抗 当朱星金一伙人再次来到这间包厢时 躲在上铺的小伙子 用早已准备好的酒瓶把朱星金砸得头破血流 三名匪徒被赶出了包厢后 门被他们锁上了 赵金华见状 鬼酷狼豪般的叫来牛顿等十几名匪徒堵住了包厢门 他们用刀鞘用铁棒砸门叫嚣要把里面的人全都宰了 快到沙利亚战时 列车渐渐放慢了速度 包厢的门也快被劫匪撬开了 包厢里的乘客知道门一旦被撬开 几个人很可能就没命了 走投无路之下 他们砸碎着车窗 趁列车减速时冒险跳车 当匪徒们撬开车门 发现人都跳车了 胆大包天的赵金华竟然拉下了列车的紧急制动 车一停稳带着一群劫匪跳下火车 沿着铁轨朝列车行驶过来的方向追了过去 经过十几分钟的搜索 终于在一片白化林中发现了四名乘客的踪迹 于是光天化日之下 凶狠的歹徒一拥而上 对其中一名旅客的腹部连刺速刀鲜血躺了一地 另外三名旅客则被歹徒用乱棍打倒在地 匪徒离开后 当地居民发现了躺在血坡中的四名伤者 将四人送往了医院 地狱般的六天六夜终于要过去了 列车来到了终点莫斯科 歹徒们先后下了车 只留下绝望无助的乘客们 在这绝望的六天里 近三十名旅客被打劫 三名妇女被多次侵犯 多人被打伤刺伤 由于通信并不发达的关系 直到列车停放莫斯科后 才有受害旅客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报案 列车上发生的一幕幕得意重现 大使馆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回了国内 举国震怒 高层也马上对事件做出了指示 不惜一切代价 立马对这些劫匪进行抓捕 就这样一场针对劫匪的雷霆行动 火速展开 因为案发地不在中国 我方警员在俄罗斯也没有执法权 劫匪全部躲在俄罗斯 这也是他们敢肆无忌惮抢劫的原因 为了尽快破案警方只得另辟袭径 1993年的6月9日这一天 9名男子大大咧咧的登上了K34国际列车 他们西装隔离举止高调 一看就是来往于中国之间的资深导爷 其实这9个人的真实身份是警员 年龄都在30岁上下 个个是身体强壮身手不凡 他们此次的任务就是前往莫斯科 调查中国列车大起案 警员们之所以要乔装打扮 以商人的身份坐这趟火车 就是想着引蛇出洞 如果途中劫匪再次作案 正好当场将他们请货 当时的中国两国还没有建立警务合作关系 警员们出国之后 不能携带武器 歹徒都有刀有枪 全副武装 而且都是些丧尽天良 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 如果狭路相逢 赤手空拳的他们 看起来连自己的安全都无法保证 对此警员们进行了极其周密的部署 他们在俄罗斯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随身携带了赶面杖和优行锁等工具 如此一来 如果在列车场发生歹徒行凶 可以用他们与歹徒进行搏斗 六天过去了 解火劫匪都没有出现 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九名警员顺利到达了莫斯科 为了不打扫兴者 他们没有跟莫斯科警方接触 继续与普通商人的身份停留 身在异国他乡 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分战 终于查清了劫匪的来龙去脉 掌握了犯罪分子的基本情况 初步查明 制造中国列车大吉案的歹徒 一共是四个团伙 成员有一百多人 都是中国公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好意无劳 有手好险 而且大多有过前科 被判刑或者是劳动教养过 堪称劣迹斑斑 他们不但在列车上频频作案 还在莫斯科室内 对中国同胞抢劫 施暴 情况莫清后 最先落入法网的是 抢劫团伙的小头目 洪小强 此人是东北人 人高马大 学过搏击 他曾经因聚众斗殴被判过刑 出狱之后不思悔改 拉起一帮打手 开始在国际列车上抢劫 塑案了二十多起 洪小强是在一个台球厅 被警员秘密逮捕的 接着 他的老大 抢劫团伙头目 苗炳林被抓捕 在此之前 苗炳林曾经三次入狱 是个屡教不改的惯犯 经过三个多月的秘密行动 潜伏在莫斯科的 包括朱星金 赵金华 牛顿在内的四个抢劫团伙 67名主要成员 相继被抓获 劫匪是稀疏被抓了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抓捕小队是中国秘密派去的 俄罗斯方面并不知行 两国也没有建立警务合作 这种情况下 该如何将这么多人押送回国呢 警员小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虽然不能让俄罗斯警方知道抓人的事儿 但可以让匪徒误会 是两国警力之间的合作 用这种方式震慑劫匪 于是警员突然从国内带来了八香啤酒 故意找来了几个认识的俄罗斯警察 说要给他们送些礼物 在众多劫匪的注视下 警员与俄罗斯警方是亲切的交谈 匪徒果真以为是两国联手抓的人 便老老实实的等待 不敢再有多余的心思 经过重重困难 所有已经落网的匪徒最终被压解回国 四年在北京接受审判 四大团伙67名成员 全部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其中3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死刑 16人被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2人被判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这次扣人心弦 惊心动魄的莫斯科抓捕行动 终于告一段落 经过治理的北京到莫斯科国际列车 早已恢复了良好的秩序 从1993年的6月起 中俄国际列车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一级抢劫犯罪案件 时至今日 K3列车仍然行驶在中俄之间 引起一路纵贯蒙古 穿越西伯利亚 横跨欧亚大陆 令很多人心生向往 中俄列车大截案 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 刚刚过去的十一期间 由刘德华张涵宇主演的莫斯科行动 再次登上了影幕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解闭日记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过注 我是超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